大家好,我是Lindsay,我是妙传媒的director 就是那个,就是眼睛是这样的 然后笑的那个 因为我自从过了30岁以后 发现自己笑点变得越来越低 但是也不是说是笑到歇斯底里 场面失控的那种 所以没有什么眼泪,就是光是那个 电影的话,上周看了就是那个Night Days 真的,很多年没有看到过 可以让自己思考那么多的一个电影 然后我需要讲它主要讲啥的吗 就说话长,主要就是探索人生的意义 可能到了那个年龄之后 就会不自觉地去想一些那方面相关的事吧 音乐最近在听零一连的《柯枪玫瑰》 也是就是小的时候听的时候完全没感觉 不知道在说啥 现在听了之后发现,哇,讲的就是我 书的话,因为 其实现在就是看书比较费力,都是听书 有在听那个一个叫做《Go to Great》 主要其实讲的是跟就是怎样可以把一个 Business做到世界一流比较极致的这样一个最好的这种商业模式 太多了 可以公开的是不是 我其实非常敏感,青丝非常细 但是因为我干的这件事情 转公司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事无缺席的事太多 我必须要强迫自己去focus在一些最重要 就是大事清楚小事糊涂 这个其实跟我本身的ARM属性是比较相反的 所以是一个也是修炼的过程吧 嗯,好问题 我们团队的优点非常多 这次宣传一下 但是我们最,我觉得我最看重我们team的一点就是 我们是一个非常正派的 不会搞一些那种奇奇怪怪啊 或者费时间的那种事 然后每个人 会从客户的角度 会从其他同事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然后这个出发点是对的 然后大概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坦诚不公的说 有错误的时候纠正 然后这一页就翻过去了 所以是一个 嗯,你能在这里成长到很多 嗯,同事也是一个 每个人都可以进来之后历练 而且可以不停历练 不停地去演变 嗯,我们团队跟着每一个人一起成长 脑子 哈哈哈哈 因为手机不带 也就是断了胳膊断了腿那种感觉 但是脑子不带 我觉得会有啥也干不了 嗯 我想说颜值担当吧 那是难为前 嗯,我看其他人啥担当不了的时候 剩下那个缺的那个担当我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因为如果大家都能各司其职 我就比较轻松 但如果真的是有的时候要茶楼补缺 或者是哪个地方要救火的 就是消防担当 消防担当就对了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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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 嗯,嗯